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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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基本的一個頭髮的一個流向啊 已經都被你開始已經製作出來之後呢 那不要忘記啊 頭上還是會有他的一個裝飾的一些花卉 對不對 下面的線稿我們顏色讓他刷重一些些 讓輔助你去看得到 那下面這條塗層我們可以用淡一些 就能看到說哪些是有超出去的 那有超出去的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維持橡皮擦 去做一些修補的一個動作 不透明度我們可以用開大一點 這樣擦起來比較快 甚至說你可以用百分之百 因為像這個地方我希望能夠完全乾淨 讓它呢 鞏固好它應該要有的 那這個地方你要特別注意到它的塗層 塗層在哪一個塗層 那你才能夠去修改到它 那這樣的話任何造型都可以去做很好的一個控制 那你已經把這個花卉的一個基本造型給它了之後呢 我們當然要把這個花卉的一個形狀給它 那為了保險起見 你可以再繼續新增一個塗層 原來這個塗層你就可以把它開回百分之百的不透明 那我們因為畫細的部分的話 還是要藉由這個新式單純水筆 你一樣可以把它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呢 當然你就可以去分析 或是去找一些相關的一些參考資料 不見得是一定是牡丹花 但是就是一個花瓣的一個效果 你可以先把它勾勒起來 那因為我現在希望說它畫出來是白花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的不透明度可以適當的一個降低一點 那它的墨線啊 不見得說一定要那麼黑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方式來去勾勒出我應該要有的一個基本線條 好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啊 開始去勾勒它 那花會呢 可能本身的一些皺褶 或跟它的印字 好 再來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上再新增下一個塗層 第13個塗層 我們在這個塗層上面 就可以開始啊 把頭髮呢 適當的加深了 那我們點選到它之後 一樣選擇我們這個 粗糙乾筆刷 好 那你一樣去最小尺寸用低一點 那不透明度啊 你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好 不用很很重 其實你壓上去它顏色實際上啊 就是已經很重了 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最小口徑用大一些 好 開始可以去撇它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形狀 好 你可以先試試看 好 如果說太重的話呢 你這個不透明度啊 可能就要降低一些 好 這樣的話呢 才不會一次啊 好 就把它整個調子啊 就沒了 所以你在畫這個段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你要稍微讓這個整個頭髮 稍微 欸 流出亮面 OK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抄出去的地方 那當然一樣是選擇我們的微視相依叉 好 再去做一個修飾的一個動作 好 像這邊也是一樣 好 口徑可以用大一些 好 再去做一些修飾的一個 修補一個動作 好 那尾巴這邊的話呢 我們都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女性啊 如果頭髮很長的話 後面這邊也有一些寒毛是會比較長的 所以這邊的最小尺寸 你可以用小一些 稍微把它勾勒下來 然後增加它那種頭髮的 茂密的一個味道 所以有重疊的地方它會非常重 接下來呢 這邊還有我們的那個 油傘 好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呢 再新增另外一個圖層 第14個圖層 那我們可以一樣就選擇 我們輕視單純水筆去勾勒它 那我們在勾勒它的話 就是原則上先把一個 最中心的一個圓形先出來 好 那裡面它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外輪廓的部分 那它可能 Maybe 會有個厚度 那有些地方你當然也要稍微 注意一下它光影的邊 它自己本身就會有一個立體感 新增圖層第15個好了 好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邊有直線工具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啊 這樣的方式 用點的方式 把這些雨傘的餅啊 不要用中心點在這邊 點一下 還是用E就好 好 到中心這邊 放開 再回來 好 所以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出息 有個厚度在 對不對 那你要畫下一條線的話 你按V 剩裡的V 好 再往這邊拉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個厚度 對不對 再打回來這個線條 所以這邊就會有個厚度 假設這邊完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稍微啊 去做一個修飾 好 比方說我們剛剛有開第14個圖層 第14個圖層是畫這個圓形 那我們也可以 這個15圖層是畫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14圖層呢 這邊稍微去修一下 它一個弧度的話 應該是會有一點點轉折 好 那這邊要把它切回徒手 繪製的一個模式 比方說把這個 這個轉折啊 這個圓角給它畫出來 對不對 像這樣給它畫出來 好 那這邊呢 就會有 閃的 部分 好 所以這邊很明顯 這邊就會有骨架 跟閃的一個 外輪廓 好 那這個是在第15個圖層 好 多出來的部分 我們當然就可以用我們的 好 維斯橡皮擦 好 去把它 擦拾乾淨 好 那當我們的油傘完成之後呢 實際上已經開始在進入到我們 呃 這是人物是近景嘛 好 然後油傘已經算是 呃 近中景了 好 那我們還有一些中景跟遠景 也可以稍微做一下膠帶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啊 再另外新增第16個圖層 好 比方說像這邊啊 有一些要掉下來一些 葉片 好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 來去做一些 繪製的動作 好 比方說我們可以 稍微輕輕的 好 勾一下 好 勾一下 那線搞的 線條粗細啊 好 你可以稍微再去抓一下 好 好 那第17個圖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在最下面這邊 我們是要來勾勒這個 有關後面的圓層的部分 那圓層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當然顏色也不用太重 你只要能夠看得到 為準 整個啊都可以去做這樣一個 先把它刷蛋的一個動作 好 那刷蛋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利用很多的一些工具 比方說 那個 出燥乾筆刷啦 那一樣可以利用它再來去做 那 出燥乾筆刷 或是說我們 碰撞筆的話呢 它比較適合用在於說 欸 我們比較 出燥乾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能口徑要用大一些 然後畫月到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切回我們要的一個 呃 新式單純水筆 因為在上面一個 因為上面的枝牙 它是屬於比較 新的 所以它的形狀 會比較 顯明一些 好 那下面這邊呢 那下面這邊呢